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身陷在危机中 随时都会离开人间 却有一个人不顾生命的安全 将你顺利的带回家人身边时 这份巨大的人情你会选择怎么还呢? 嗨 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格雷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绝地饮酒 剧情讲述男主约翰在阿富汗身负重任 要想办法找出制造炸弹的工厂 当约翰带着小队来到工厂 准备将工厂炸毁时 却遇到敌军来袭 小队里的成员一个个阵亡 就连约翰自己也中了两枪 原本以为自己性命不保的他 却遇上了一位恩人救他 还因此提早回到了家人身边 但他并没有很开心 一心只想将救命恩人带到美国 远离塔利班的魔掌 于是他决定动用所有的资源 只为了找出对方下落 还他这份人情 近期战争类型的电影不断推出 老实说当下看到预告片时 并没有太大的兴致 只觉得又是一部改编真实故事的电影罢了 但有看过的朋友们 不断向嘉一分享本片探讨的议题 跟过去不太一样之后 就决定进戏院看看 到底决定营救 跟其他战争片有什么不同之处 首先聊到剧情吧 相信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911恐攻后 对阿富汗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反攻 为了找出火药工厂 他们得要跟当地的阿富汗人合作 请他们担当翻译员 才有办法问出一些细节 进而阻止灾难的再次发生 电影便是以一位小队长与翻译员为主 从他们一开始相遇时 约翰对阿麦德刚到来的不安感 在阿麦德一次次的帮忙下 他才开始慢慢卸下心房 相信对方使真心为我军着想 而不是置他们于死地 在某次的任务中 他们受到塔利班的袭击 整个小队只剩下约翰和阿麦德 在约翰被抢击后 阿麦德大可直接抛下他逃命 可阿麦德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拖着约翰回到数百里外的美军基地 这个举止让他们成为两国的传奇人物 但阿麦德为了救约翰 被塔利班高价悬赏他的人头 只能够一辈子躲在阴暗处 约翰决定要想办法救他 不只将房子拿去贷款 把钱拿去请私人佣兵 甚至亲自回到阿富汗 为了是把阿麦德一家人 顺利地接到美国 终于在努力的追查下 他们再次的相遇 总算一起回到了美国 迎来美好的结局 不得不说整部片的节奏抓得非常好 先用前半段的时间快速地带出 两国紧张的气氛后 在中断时将步调放慢 让观众们跟着约翰一起担心阿麦德的安全同时 还能够在等待官方回应的过程里面 了解到一件事 没有关系就没办法被看见 如果今天约翰过去没有救过长官一命 那阿麦德一家人的签证 可能一辈子都下不来 因为他们是阿富汗人 身为美国的把关者们 得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不仅要评估这个申请人的过往外 还有一关接一关承报上去 才能够顺利的取得护照 但在这个等待的时间中 你能够确保对方能活到那个时刻吗? 这个时候有没有人脉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依循正常的管道当然很重要 但得要衡量当下的状况 你能够做的都做了 可是结果不如预期时 自然得要有相对应的作为 才有办法完成目标对吧? 再来本片男主们的真挚情感感动了不少观众们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处处都是危机的状况下 你能够期待会有谁 愿意挺身而出救你呢? 正是因为阿麦德无私的奉献 不只是约翰活了下来 也为自己的家人换得了机会 彻底离开阿富汗这个是非之地 即便你在做一件事情前 可能是有意图的 但无论你怎么想 只要你愿意做 就会有机会被看见 才有办法得到不同的结果 跳脱框架不断尝试 就像电影的男主们一样 对吧? 总结 《绝地营救》是不可看的电影 以近期的电影来说 本片剧情可说非常杰出 是你看完之后 会在心中留下印象的作品 如果你会在观影后细细品味电影剧情的话 《绝地营救》值得你一看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绝地营救》 《绝地营救》